Hello 大家好 我是KF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我自己所建立的一個 knowledge base 或者講講背景 這幾年是不斷地去學習 去真正落手去建造不同的 project 或 system 在過程中其實是要找很多不同的 information 資料、 module 以及做很多的測試 如果粗略估計 我相信我所接觸過的 module 也有幾百個 而幾年之後就放在不同的系統上使用 也有可能牽涉到不同的 version 不同的系統或者不同的 situation 可能同一個 module 需要不同的 configuration 等等 所以很難記得我幾年前曾經用過 module 當時是怎樣設定的呢 所以我一直都要把自己所做過的事 會有一個程度上記錄下的 現在就開始建立一個新的 knowledge base 目的就是將來可以和 workshop 的學員大家一起去分享 我進入這個 knowledge base 裡面 這個是從零開始建立起來的 現在所看到的數量其實不是全部的 還有百多個呢 其實我沒有空在舊的系統搬過來 這個 knowledge base 中間大家可以看到了 這是一個 knowledge base 本身的 list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的 好像一個 Excel 表格一樣 有幾個 column 一共有三個 column 這個第一個 column 第二個 column 和第三個 column 選擇是每一個 column 其實是可以自己去設定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RCMD 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簡寫的 就是recommendation 這裡一堆是看看good 我有不同level的recommendation 待會大家可以再看哪幾種 中間的 column 就是最大的 column 裡面其實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 title 每一篇的 knowledge 其實我當然都有一個 title 那 application 就是在 apply 哪個 那屬於哪一類的 knowledge 以及連結 那條連結呢 就是為了很快速地 給我可以 我適合這個 可能我都不需要人去看 看裡面的 detail 我已經可以在這裏 直接去那條連結 去下載那個有關的 module 所以這個 是為了我快速工作的 最右邊的是version 和day 在我發展的BIOS 的過程中 最主要是用過兩個不同的 version Version 7和Version 8 還有我上這篇 knowledge 的時候呢 其實什麼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 list 那 待會我再進去裡面具體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次呢 我就看回左手邊 左手邊呢 就看到這個是 knowledge break 的一個search 那 當我有幾百條的 knowledge 在裡面呢 我要找的時候呢 其實呢 都很辛苦的 但是不要緊 因為呢 這套 BIOS System 其實呢 它是支援 一個很好的 Tasonomy System 我們看看我們怎樣去做 Tasonomy 分類 和做search 其實呢 這幾樣東西 其實都是同一個性質的東西 首先呢 第一就是兩個不同的 version 7和8 然後呢 Area of replication 這個Area 其實是其中一種分類 打開之後呢 看一看 其實都幾多 因為都幾複雜 而呢 裡面呢 即是 Area of replication 在哪個area呢 可能是 Structure 方面 可能是 Axess Control 和Formation 方面 可能是 Apply 在Carsification 搜尋方面 或者外表 Appearance Infrastructure 或者其他 這些 這些是一些不同的 Area of replication Category 這件事 是否純粹是和BIOS有關呢 其實呢 不一定 因為 我建構BIOS 的時候 不一定都是用同一個 技術出來的 因為如果有 市場上有好的 網絡資料 我將它在一起 就可以用 快 好 那 Category 有什麼呢 就是 技術 技術 有些是和 內容有關 有些是和 設計有關 有些是和設計有關 等等 其實呢 就是 Area of vacation 和 Category 是代表了不同的 一個 一個 Dimension 的分類 好 下面一個 recommendation 就是先提供一個 其實 當我是去幾年的經驗 累積下來 我又覺得有些 module 或者做會的方法 是必須要用的 所謂的 best practice 所以就是這個 must have 有些呢 我覺得是 不一定需要 但是最好有 就是good to have 第三個就是 Based on need 有些module 是很specific的 是針對某個功能 如果有需要 那些功能 就可以裝上 第四種 是Way and see Way and see 就是 我可能是有些 看到好的 一些 發展 但是呢 可能是 未夠mature 因為很多module 新出來 其實有機會 未曾 alpha version beta version 用的人可能不多 所以 可能遇到比較危險的 所以 那些 可能是classified Way and see 但是 將來 遇到這樣的需要 可能需要 但是 就會需要小心一點 下一個 就是try and own reason 所以 可能是 有些 不太肯定的功能 用的人可能不多 或者 本身 它不是call 的module 所以 可能會有些風險 所以 如果是那類 我都會 take a try and own risk 基本上 最後一個是dangerous 就是dangerous 可能是有些 我試過之後 發覺有些問題 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 但是 如果 按照 我的經驗 有些 可能覺得 裝飾之後 不是很 stable 也可能有些 會影響到其他 的module 會影響其他功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會 它為dangerous 這些 機會不多 很少 都會有 其實大部份 這些 我都是 親身測試過 然後才上的 所以 全部都是一些 經驗上 所累積的 結果 最後一個就是search search search 可以在這裏 放 key word search 其中一個就是search 包含 tagging 即每一篇 的knowledge 其實是 可以做個tagging 這個tagging 是幫助我做search 所以 如果 由這裏去看 就是 第一個就是 這個version 第二個area application 第三個就是category 第五個search and tagging 這個已經有五個 不同的level 或者五個 dimension 的search 去找資料 我進去試一試 就是一個 外面找一個 我記得這個 可能比較多的 多一些東西 可以大家看看 所以這個key word 叫做corporate 另外 有一個theme 或者一個template 我經常會用 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這個 就是 Drupal 8 with corporate plus theme 進去看看 這個 就是 內容 那一頁 這裏 首先是 general description 在這篇 是比較短的 下面 大家看看 什麼元素 這裏 有一個 看到 full installation blogs 大家看到 full installation blogs horizontal tag 意思是 在這篇 的 content 裏面 我再作更加具體的分類 分開什麼類呢 一類就是 full installation blogs 意思是 當我去到這裏 我就不需要 分開另一篇 的一個page 很麻煩 如果另一個page 我又要按連結 然後飛去另一個page 有些可能要回頭 又要回頭 所以 盡量做到 在同一個page 找到之後 不需要再飛去 那這個blogs 大家看到 裏面 就顯示了 這個film 裏面有不同的blogs 這是唯一方面的工作 我一找 就有誰 可以找到 大家會發現 這個好像有X寫表 X寫表 是一樣 一個column 其實都是一個分類 好了 再看看 Yellow 那這個行 其實要說 這些column 是打動的分類 而打橫 其實是一個roll 而Yellow roll 其實是打橫的分類 就是說 每個group 上來 這個region 就是下面這些roll 有關係 最後一個 是另一個region 就是這一行 另一個region 不同個region 有不同的grouping Rose grouping 所以這個就是在 content 內部的 content page 內部的 一個分類 或者你可以說是 format 最低一點就是 這個就是 Accordion Accordion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subtitle topic 在這個 page 上也是 同意這個 film 的關係 但有具體的 我想知道某一個 什麼是對的 平時他摺起來就省了很多 但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如果我想具體的 就看這個 這個是怎樣做這個 contact detail 就可以了 可以copy paste 然後去那邊改 所以是幫助的工作很大 下面其實 有一些 document 我將它轉化成為 PDF 所以如果有什麼 我需要找回原文 更細緻的 我隨時去下載 最底下是 我怎樣做到 Testonomy 的 一些parameter 基本上 基本上 一篇的 knowledge content 我可以做到的 需要的要求 其實是 不同的 外面的 這個是 external 這些分類 也有些 internal 分類 以及不同的 表達 一個 display 的方法 大概 基本上 的 knowledge base 就是這樣 這個 knowledge base 其實需要 比較多些 一些不同的 首先所看到的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 content 內部 的 structure 以及 外邊的 Tastonomy 怎樣做search 這幾方面 去配合 但是 當我表達出來之後 其實 對我的工作 幫助 輕了很多 快了很多 如果在公司裏面 這個作為 大家的經驗 累積 以及可以幫助 工作 是更加 efficient 好 那 介紹這個 knowledge base 就到此為止 大家有興趣 可以跟我聯絡 再多些交流 多謝大家